教育的账户 529的你投资呢 在联邦的水平是不减税的 但是在州里是减税的 但南卡呢非常慷慨 你每年呢可以给一个孩子啊 可以贡献一个父母 可以贡献16000 你可以多贡献 但是你多贡献以后 你要你要做这个年度的 这个增亏这个报表 那挺复杂 你花不累 就是你一年给孩子存上16000 一个父母 比如说那两口的 一个孩子你可以存32000 这个钱呢 是在州里才可以啊 你在南卡这个叫Future Scholar 你可以注册登记 你还可以 你要在外州呢 Sorry你在南卡是不能递减的 所以南卡是非常那个慷慨的 一般的州呢 像康州呀 像这个交加州呀 他们只有5000美金 所以南卡非常慷慨 但这个钱什么 无二九是怎么用呢 就是你做周税的时候 可以递减 你将来孩子上大学的时候呢 你用这个钱付学费呀 付这个宿舍呀 付这个食物呀 都不用交税的 所以这个是非常有利的一个东西 当然有人就讨论说 我有五二九会不会迎来将来孩子 这个奖学金申请呀 我肯定肯定的告诉你 不怎么影响 为什么呢 五二九是一个不论不论的东西 他算孩子这个家庭贡献的时候 大学他算的父母的资产 他说这比重很小 我跟你说这东西就是我个人的经历啊 我自己要是没有五二九的话 那估计是很惨的 我们老大毕业了啊 这个老二呢 也在给他攒这个五二九 我跟你说的很多筹筹账户 都是我自己做过的 不然的话我不会给你 所以说 当然了五二九啊 这里面我们就 待会再说资产分配的问题啊 下面有两个就是跟那个 刚才教育我二九 下面跟两个跟那个医疗保险有关系啊 叫做SHA 叫健康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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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问的问题很好 首先呢 现在要看大学的四年教育的成本 一般说要二十万到三十万美金 大学的学费啊 稍微 当然你如果要周理啊 你有奖学金 就是另外 另外另外一辆别论 来回答你的问题 如果孩子不问 不用这个钱我怎么办 像十六万二十万 对不对 这个巴登政府去年八月份 出来那个 I don't know 应该是这个去年十二月份 出来一个叫 Security Act 就是安全 版本2.0 它允许你 转成孩子的 孩子变成三岁之前 转成孩子的ROSS 转成他的退休计划 这小的小无量 或者小伙子什么都没干 退休账户就是一笔钱 另外还有一个 这个529可以汇证到 留给他将来 他孩子他用 就是作为你的 你的爷爷 我们作为爷爷奶奶 给孙子可以转 Roll over 所以的第一个 是新的条款 就是说你如果不用 孩子到三岁之前 可以把529的钱拿出来 变成他的ROSS 个人退休账户 回答你问题了吗 三十岁之前都可以 这要他不用了 30 years old before 30 years old he can turn into ROSS RII which is 跟我们七点就不一样了 东华没 没有怎样 账户就一大笔钱了 回答你的问题了吗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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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t's a good deal my old one he go to our state 3 years I pay about more than $200,000 and probably 40% from from the WUJU TOUZE SHUYI my younger one still is is Rising 9th grade but I still found this plan at least I prepared $200,000 这个529是不用交税的吗 529联邦层次是要交税的 但是州里是减税的 州里是免税的 4%的样子 州里 你要算抵达个身 所以南卡是很 很优惠的 很慷慨的一个州 一旦其他其他州呢 都是5000块钱 yeah 但WUJU呢 就是这个 你要担心 我一点都不担心 就是说孩子 如果用了奖务金的话 那这个钱就不用 留给他做退休计划就好了 其实就是 像我们这个 把他全都上去 就完成 我要就是你估计一下 就是说 如果孩子想本周的话 你现在的 住宿跟食物啊 一年要一万美金的 OK 住宿 就是DOM跟Bowling Food 就是一万美金 四年就要五万块钱 这个钱 奖务金都不卡我这个钱的 就是孩子有奖务金 你就用奖务金付这个 住宿和食物 这个钱要上税的 所以说呢 还是要存 我跟你说 这个多存少存 看你孩子的年纪啊 如果孩子很小的话 你就存上 30005000一年 扔进去就好 当然了 可以的 你可以给你孙子 都可以 可以的 很好的问题 对 他可以roll over to其他人 就是他不用再补税 在周里 不用交罚款 你可以给任何人存 给我们家小货店 你也存一点 可以的 好 好 OK 对 一个孩子 一个父母 一万六 妈妈可以给孩子 出一万六 爸爸也可以给孩子 出一万六 Yeah Yeah Good question Hold it Let me Yeah OK 下面那个小 让你讲 稍微等一会儿 下面讲这个叫健康的 健康的saving account 就是小钱了 一年你可以存上 许说你这个健康保险 有没有high deductible 这个小钱 应该你可以 就是如果你健康 如果孩子有很多大了 那一般是没孩子或者 那么你就可以买 那个健康保险很便宜的 那 deductible非常high 就是然后你就可以存 这个健康储蓄计划 那个东西就不少钱 那个钱不很多啊 几千块钱 所以总之呢 就是退休计划 健康退休计划 四零腰开呀 个人退 个人退休计划呀 ROS 2A 529 都有一个共存的问题 就是你刚才 现在问这个问题 什么东西产品进行投资 那么这里面就是说呢 你在开这个户的时候啊 你去证券公司呀 银行开着户的时候 你就要问 有哪些金融产品 你可以投资 但是一般建议就是说 你投资基金 像这些投资账户呢 退休账户就是这 美国人叫什么 Nest Golden Nest 就是退休账户 你不要 你就不要 Full around with it 就是不要卖包 带来风险 免得到我们到80岁 还要工作 你就是要 这是投资的问题 就是说你要 Fidelity挺好的 然后Vanguard都挺好 它就是投资基金 就是说基金就风险 稍微小一些 就是投资要建议投资基金 如果你自己玩的话 拿了钱几千块钱 一万块钱玩的话 你就投资单股就好了 你亏的时候就跟你爱人 或者是老婆说 一点钱就玩了 但是就是你要问一下 就是它可以投资什么 保险的呢 像一些金融产品 我们先认识一下 就是Tradery Bonds Tradery Bonds呢 就是这个国债 你可以投资 前段时间 因为通过膨胀率 比较高的话 你就可以一年 就可以收益 大概是9%的样子 这个risk free 没有风险的 你可以到TraderyDirect.gov website 直接可以投资就好 另外呢 这个Copery Bonds 就是公司发的债券 然后ETF是很流行 ETF就相当于 跟Mutifund很相似了 就是很相似 但是呢 唯一的跟Mutifund好一点 ETF你可以一天交易好多次 跟股票一样 你愿意买 然后再卖 但是一般退休账户 还是一句话 你要风险 大家不愿意冒很多风险的 好 好 yeah yeah right 对 它都有风险的 right 对 你看我这个列这个单子 Tradery Bond 就是国债 Copery Bond 然后ETF Mutifund STOP 我是按照风险 逐渐往上抬高 所以说你 另外就 我们下面再说 就 这些产品呢 主要可以分为两代 一个就是 你把钱借出去 就债券内 另外就是股票内 两大内 你说的资产分配呢 就是你多少钱投到债券上 多少钱投到股票上 这是很重要的一个问题 就影响你长期的收益 一般的年轻人呢 比如你有孩子大学毕业了 参加工作了 我就跟我儿子说 100% equity 把钱穿上股票里 他年纪小怕什么呀 他这个将来还有这个 一个几十年的路在走 但是如果年纪上大了呢 就是你要 逐渐的把钱从这个equity 转到这个债券上 因为年纪大了 心脏也不好 万一股票这个跌着 这个这个命都没了 还有不用弹钱了 所以这个总体两大类 债券或者是股票啊 那当你选这些东西的时候呢 一定要选两 考虑至少两个因素啊 一个是他公司收的费 这个很重要 因为你在退休账户的 退休账户的投资啊 你至少把钱放在里面 需要多少年呢 想一想 就是30岁 赌博士出来30岁工作晚了啊 那本科毕业22岁工作 那倒是67岁 中间就长成45年 几十年的时间 对不对啊 然后你这个投资的这个 这个horizon很狼 就是投资的这个期限很长 这种情况下你可以把多部分钱放在股票里啊 但是这个费很重要 你说这个我们学金融呢 就是说有有有passive management和agative management fund 就passive你就你就买这个像股指基金啊 比较流行的 比如说是Standpool 500 index fund 你买了就放了就不管它 平均来看一年给你10%的 一年10%你什么都不做 所以你这个的 我不知道大家有其他的很好投资办法 你可以有 但是就是在退休账户当中来 你可以投资到被动投资 像SP500 index 叫Standpool 500啊 这个index fund 那么这个费很重要 如果是这是passive 就是说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投资了不用再管它 你每年交的费呢 我们就说大概12个basic point 叫12个BPS 什么意思呢 0.12%一年啊 就付这个钱 但你投资的agative呢 你要算一下 说你这个56个50个百分之别 就0.5% 你这个不得了的 他这个你赚不赚钱 他都要收这个费 就像一赌场一样 right 我们去赌博去玩 我们赢了和输都不要紧 但是那个 那个the house 他们主要make money right so这个费很重要 一般你说 你要是被动投资这个基金的话 超过20个百分点 就是0.2% 我就觉得很贵了啊 但如果你投资的这个基金里面 它这个基金是做agative management 就不停地在在投资新产品 你的费用就很高 一般那个退休账户不愿意 不建议投资这种agative management 因为你付的费很高 你你50个百分点 0.5% 因为你赚钱不赚钱 你都要交这个钱 所以时间长的话 你你这个大家都知道 这个去las vegas right we have good time but you lose your money and the house making money anyway so这个的就是 就是无论你哪个账户 都有一个资产分配的问题 都有一个 哪个产品呢 你进行投资 这个这个很重要 ok alright 当然就说你退休退出账户的 你要你要知道 你把钱放进去呢 你确实是否 是要长期的投资 ok 你的钱在里面长期的转动 当然了 如果你急需要钱的话 现在他有一个 有个叫叫hardship 你比如说我我失去工作了 或者我我我 我们家出大事了 那么你可以从退休账户拿钱 不用交罚款的 啊叫hardship with a job ok 这可以的 不然呢 不然的话 你就要觉得 投资账户的 退休账户的钱 不要轻易取出来 你取出来了 那你将来到60岁70岁了 呃 市保有一部分 但是市保的钱很少的 一个月 两千 一千 取决你工作时候的工资水平 那个钱 基本上可以搞买那个养老 买了个医疗保险的 额外医疗保险的钱 所以说退休账户的钱呢 尽量不要动它 啊 就是在里面投资就好了 呃 然后投资增长的是不用交税 不用管它啊 啊 yeah more questions yeah 呃 那现在简单的就说一些啊 我说的401开啊 303 呃 457啊 都是有单位的 如果你个体户啊 你可以set up 呃 有很多计划可以选择 但我们 我极力推荐是SEP 啊 Simplify Employment 呃 Employee Plan SEP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 公公公司去 给大家建立 这个 呃 退休账户 你公司今年 比如说你饭店生意好了 呃 那么你给呃 你给大家的雇员呢 都开个退休账户 他的 他的放 他放你的钱呢 可以基本上是20% 你给这个员工的报酬 或者是58 哪个小啊 这是个体户 呃 我们很多创业者啊 可以 可以建立退休账户 这个很好的啊 因为大家就很多 你有你有business 你有生意啊 都是父子兵啊 都是夫妻店啊 或者都是姊妹啊 你开这个账户 这也挺好的啊 大家就老的时候呢 呃 有所依靠吧 啊 这是个体户啊 啊 OK 这是比较详细了 我看那个 呃 你要这个 这个税表上怎么反映 这个问题 我就 我就简单的过 然后大家多一些问题 好吧 各有退休账户 OK 呃 讨论一下个人退休账户呢 就有这个诀窍 这个不是小技巧了 一个叫 backdoor 啊 Roth 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收入很高 你们两口的收入很高 记住 你记不记住啊 那个 IRA 它contribute 就是你贡献的时候 是不受收入限制的 对不对 但你抵扣的话 是收入限制 对不对 比如你收入很高 那么你可以贡献6000块钱 但你不能抵扣 但没关系 你就放6000块钱 但你 你后来你把6000块钱呢 你你你不是没有抵扣作税吗 你可以转成Roth IRA 什么好处呢 就是说将来你从Roth IRA都是税后的钱 然后你取钱之后 退休取钱之后 你不用叫消税了 叫backdoor Roth 就是这个比较富有的朋友 可以考虑这个问题 数比较高的 另外rollover 我已经说过 你可以 RII呢 一个好处 就是投资产品比较多了 投资产品可以除了股票呀 债券呢 可以投资金 黄金呀 房地产呢 都可以 就是你要问一下 你开这个RII 账户的公司呀 那些投资产品 你可以用 另外一个叫spousal 什么意思呢 因为像两口子 比如说我爱人出去工作 我在家里带孩子 我没有薪水 但是可以让他 给你个个人的 RII贡献6000块钱 同样same logic 你老公出去工作 爱人在家里带孩子 没有w2 那你要你老公 给你贡献6000块钱 这个RII呢 没有夫妻共有的 这个说法 你的个人 退休账户就是你的 我的就是我的 虽然是夫妻啊 这个没有夫妻共有的概念 所以这个你回家 特别是你是富人呢 在家里带孩子 也很辛苦 你老公在外面 拿工资回家 觉得是大老板 那你让他贡献 你这个个人 退休账户里去 如果他不贡献 你给我打电话 也有问题的啊 这叫Sposal IIA OK 个人退休账户呢 没有夫妻共有的概念 他的就是他的 你的就是你的啊 这对你这个财产独立啊 将来生活独立很有帮助啊 特别在美国 这个离婚率很高的地方 Anyway OK 我们一直讨论过 529啊 你如果setup呢 就知道这个南卡的 叫Future Scholar Website 它里面呢 它跟自动 跟你这个银行账户 是连起来的 你把银行的这个Router 银行账户输进去 它自动从银行里赚钱的 那里面投资产品 至少有三个啊 我记得啊 一个是Logicap Logicap呢 Funds 就是说这 它投资的是 大的公司的这个股票 这个基金呢 比如说像什么 Google呀 Apple呀 You know Microsoft这种 相对来说呢 大股票公司股票呢 要安全一些 啊 但是呢 如果你孩子比较小呢 那你 你就投资到 叫Middle Cap Middle Cap就是 公司的 这个 规模要小一点 我们金融上就理解说 这个 风险跟收益共存吧 你像我们家 这个 老大呢 我们 当初给他存的时候呢 他就 他就已经高中了 或者是初中了 就马上上大学了 那我就不能给他 冒太多风险 我就把那个钱 放在Logicap 他收益 虽然少一点 但是这个风险呢 也小 但小姑娘呢 他这个年纪小 我们存得早 那我就把钱 扔到Middle Cap 就是收益 稍微要高一点 但风险要大一点 其实你们孩子 这个年纪啊 因为很小的话 就Middle Cap 让他长就好了 让他长就好了 有问题吗 这边 对 All right 这是这个健康 储蓄计划 这个很小了 如果你年轻 又又觉得身体很好 你就买个医疗保险 很便宜的 就High deductible 比如说你自己啊 自己单身了 你还什么叫High deductible呢 就是说你 Maximate deductible是7500 就是你自己生病了 要自己要付这7500块钱 那买保险目的就是大病了 就是防着大病 你这样的话 如果你有这样的医疗保险的话 你可以存一个叫HSA 就是健康储蓄计划 一样的 当你看病 看医生啊 你自己付口袋 out pocket money 你就可以用这个钱来付它 好 但这个一年纪 不是很多了 You can contribute 2023年 这一次单身是3800 家庭是7500 也是需要的 你别说我自己 我没有 我这个医疗保险 就是周理的 但是我说是一些小毛病啊 就是养药水之类的东西 我自己掏钱去买 我觉得很贵的 实际上 所以我觉得这个计划也挺好啊 小钱了啊 这个是个地户啊 一样的 这个SHA呢 是你有雇 是有雇主啊 就是有公司啊 或学校 这个是个体户可以 类似可以开的啊 主要是你雇员少于百 少于50个 你可以开绿这种账户 大家给你工作嘛 生病可以看医生 一样的 OK 我们这个稍微总结一下 这个 其实呢 合理避税呢 就是说两个D 一个是deferred 就是推迟 一个是deco 像刚才说的几个账户呀 401K呀 IRA呀 SHA呀 这双都是deferred OK 就是你现在从这个钱呢 从你今年本年的 所得税收容拿掉 将来再算账 其实还有一个 刚才 还有一个叫呢 dependent care account 就是你工作了 你可以让你们这个人数处 一年放上5000块钱 但你家里小朋友不能超过13岁 你用那个钱呢 也是体外循环的 不用交税 你用那个钱付小朋友的 这个after school daycare 但小朋友超了13岁就不行了 你要小于13岁 那也是deferred OK 就是延迟 这整个税表上的东西 就是跟投资账户联系的 就这几个账户 已经不得了了 你像一个SleaKai 你可以存上2万2 你现在很多人就没存满了 如果你没存满 就是你家里需要 那就可以 就跟你家庭说 两个都收入很高 你这个钱拿回来 就是没有去处 那你就被打满了 就在退休账户里 去进行投资 是吧 你不用交税 这些小技巧 我以前在我微信上 跟朋友share 这没什么意思 都是小钱了 就是税表上怎么做 我昨天晚上到10点钟 才这个做完 后来发现2021年税表 跟2022年税表 它有点不一样 2022年税表 第三行是健康储蓄计划 第16行是个人退休计划 17行是保险计划 20行 这加了一行 我记得去年的Slea 这个Slea 发现它变化 这是南卡州的Vergio 你这里放9K 就放1万6 或者是放5千 孩子小 也不用放那么多钱 滑得小的话 你就一年放几千块钱 就可以 但这会你放5千块钱 就相当于4%就省下来 花1万块钱 你就又省了几百块钱 而这个钱呢 投资呢 收益都不用管的 正来用它付学费呀 付住宿费呀 都可以 还是要有的 没有529 我的生活会更惨 要吃咸菜的 你小朋友上大学 很贵的 很贵的 我不知道 你这周里 因为华人的孩子 稍微成绩都好一些 在周里的话 一般都有叫 Permittal Scholarship 但你自己也要付 5千块钱的学费 加上生活费 1万块钱 1万5 再加上小朋友 回家看父母呀 有车呀 什么东西 还是挺昂贵 最小10万块钱 在本周啊 1万块钱 还不够 对 一年 你这个孩子多 你 对 这个 对 书本费呀 书本 我们在学校里教书 一个课本 现在一年都有250美金 所以你孩子计划 我们都是这样 华人的比较注重教育 教育是投资呀 确实是昂贵的 是投资 至少20万 一个孩子啊 回家 琢磨琢磨 但是你不是一年存20万 你这个18年存20万 22 OK 这个概念我已经谈过了 就是我们学金融呢 最重要就是要 要看你的钱分贝上 债券上 还是这个股票上 股票来讲呢 稍微风险要大一点 债券上 风险 小一点 但是你的收益也小 其实我自己的话 就去年投了一点 这个 国债 因为通货膨胀很高嘛 那我能拿到8% 9% 那何乐不为呢 但是它有限制 它只有美国公民 和绿卡出入者 可以投资国债 但是一个人有限度 就是不超过1万美金 但是你可以馈赠 你自己 吴会长投1万块钱 给你自己 给你老公投1万块钱 给你儿子投1万块钱 GIFT 作为礼品 一家四个人 有4万块钱就下去了 这个一年8% 9% 那也挺好 对啊 通货膨胀 那个风险是等于零 是美国 美国这个 美国政府 借的钱 对 现在这样 它那个不停在变化 它是 它利率是调整的 它利率 就是说 有个基本的利息 比如说1% 那么剩下就是 通货膨胀率 如果通货膨胀率是8% 它给你利息9% 如果通货膨胀率 现在降到6.4% 它给你7.4% 就是这种 但是你投入中 它是锁定这个利息的吗 基本利率是锁定 1%是锁定的 那个调整部分 是根据 通货膨胀率来算的 那就等于说 我去年投资前 我拿到9% 对 今年通胀变低了 它只是给我加一点 我就拿到7% 对 它是这样算的 就是说呢 你去年 比如说投资了100块钱 那去年的利息 基本利息是1% 通货膨胀率8% 加下9% 到年底的时候 你的本金就变成109块钱 就加到你本金里面去了 那你明年呢 你利率 你通货膨胀 然后6% 它基本利率是1% 然后你1% 变成1加6 7了 对不对 那你109 是作为你的新的本金 然后再乘以 1 1 1 I get lost Yeah 1.07 Right Yeah 1.07 我觉得它的通胀率不准的 好像 我要它不准呢 它也是 也是作为基础啊 这个这么大的国家 你没有必要 谁知道准 它有多准 对